是啊 說得對 實際上他應該請我跟他講一下 跟他站一下台 你應該有些香港人去講的 香港人當然了 現在應該在台灣講普通話 講得不是 講得好的不多 實際上毋敏就應該講 但毋敏跟他們之間好像有些矛盾 跟他們民進黨有些矛盾 他應該拿香港人的問題講出來就行了 是吧 台灣人聽懂的 那些人知道不可以親共 親共將來變成香港的下場 所以真的是 現在是對的 我剛剛在節目中聽過的那個曹興盛 捐了一億美金出來 用來搞一個叫黑熊 黑熊派 就是民間用來保護台灣的 他也說得很對 他說你支持國民黨 國民黨又說支持九二共識 民眾黨 阿柯 又是支持九二共識的 那這些人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了 還什麼好說呢 而且九二共識連名都還沒簽了 我們香港那時候還說有個中英聯合聲明 英國在後面又說簽 一會兒又說有基本法 九二共識 什麼都沒有的 就只有兩個人說話 在香港那時候一個姓吾 一個吾 一個 那兩個是什麼 一個上海那個姓什麼 江澤民那個老師 姓什麼 就是 台灣是孤政府 是啊 孤 你就叫孤 廣東話怎麼讀啊 孤啊 孤政府 孤政府 那上海那個就是 那個上海書記了 是吧 就是江澤民的恩人 兩個人 一個人只有香港的 家手而已 那用什麼人 鄧小平說了這麼多了 又說沒有照照 馬照跑了 五十年不變 高度自治了 哪樣信得過 簽名都信不過了 不要說一聲 沒一樣信得過的 共產黨 他死了 那你追誰啊 真是痛苦了 現在香港呢 是不是過多個禮拜就是區議會選舉 是啊 12月10號 12月10號就是一個禮拜 是吧 所以說 只看一看這個區議會就好笑了 上次的區議會選舉 挺自由啊 基本上他沒怎麼理你 那個結果呢 他不信了 現在他就每天都DQ 不讓你進去 入閘都不讓你進去 是吧 根本就沒有機會 那些這樣的 那些叫做什麼 民主黨那幫敗類呢 真是沒有用 還說要強硬去競選 人家不愛你 你競選什麼鬼呢 是吧 那幫人真是離開了 所以我勸各位觀眾 千萬不要去 真是沒有理由去的 這個是這樣的 你去到你就承認它的合法性 它是不合法的 按照中英聯合聲明 按照《基本法》 它是不合法的 你去 你選那個人 那個人就算你是好 覺得是真的幫到你 在議會裡面 區議會裡面是幫到你 或者是你真的很崇拜 那麼不行 這個是制度的問題 你不可以支持它這個制度 你不可以讓它這個制度給它合法性 所以越少人 就等於它越是不合法 等等 跟我們香港議會一件事的 最終多少人投票 就是合法性去到哪裡 不是誰說誰說的 那些沒有用的 所以這個這樣的區議會選舉 絕對是不合法的 沒有代表性的 沒有立法性的 你們千萬不要去 如果去的話 你好像很對得住那個被選的人 你根本就對不起全香港 對不起抗爭的人士 抗爭的人士要求兩樣東西 雙普選 記住 什麼叫雙普選 普選是真的普選 不可以這樣 又西 又什麼 你又不准參加 那個又不來 不行 又說要多少人簽名 這些就不是普選 這些是共產黨的 叫做完全是作弊式的選舉 誰去投票呢 就是說它合法 你真的要明白這件事情 不是我作出來的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沒什麼影響 我也不會參選 但是你要明白 你是誰去投他的票呢 你就變成了 你是承認了他的合法性 這次很糟糕了 現在估計他20%都不到 投票率20%都不到 他就強行去公務員 拉起來親戚 這樣那樣 用這些手段都太遲了 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他的公務員都是懂得做的 他到時去繞個圈子又不投 那你怎麼辦呢? 所以我看上去這次只有十幾個percent 交不了差的 去到北京 你說你的管治好嘛 區議會選舉 你都沒有人來選 那你怎麼叫做管治成功呢? 你要看著 如果要香港將來有改變 你不可以 先前不可以參與 不可以投這個票 投真票呢 將來真是 人家說你香港人很滿足了 滿意了 那我還用什麼來幫你 什麼都不用幫你 全世界看著這個選舉的 不要以為只是大陸看著 全世界都看著這個 他說如果你覺得人民都滿意了 還搞什麼 幫你什麼 要別人幫你 你要表示你不滿意嘛 那你不投票就是最不滿意的 那現在 接下來全球都有很多的選舉 可能都會做一些國際的局勢 比如說美國總統的選舉 台灣總統的選舉 你怎麼看呢? 接下來這年很多選舉 很重要 非常之重要 台灣當然最重要了 台灣如果下了國民黨 或者下了民眾黨 那就糟糕了 看樣子 民眾黨就沒有希望的 那個姓柯那個呢 現在台灣人民對他 就是覺得他簽了紙 又不算數啊 那些什麼 就是那個人不夠威信 在台灣 姓柯那個做過市長 不夠威信 那姓柯那個呢 也是靠國民黨硬硬在那裡捧的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呢 我都是看好民進黨的 就是民進黨到現在這個階段 大家都知道了 大陸那些飛機是這樣 那些戰鬥機在上面飛 跟著那些軍艦在那裡 豆漿珠 那這件事實際是在幫台灣助選 所以我覺得最後台灣人呢 都是大部份 起碼超過一半 是明白大義 什麼叫做自由的可貴 自由的可貴 你看看 你在台灣就是自由 在大陸就是沒有自由 你想怎麼樣 所以都會選民進黨的 當然我就實在不懂 你說我們那些大陸來的那些人 以前我們的家庭那些當然是同國民黨有關係的 是吧 但是不是這麼說的 你投降了 最不好就是馬英九就愚愚愚投降給共產黨 所以我覺得這次呢 我看台灣這個最重要的 這個選舉很重要 美國這個選舉又很重要 美國這次呢 明年呢 明年選總統 選議會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看到了 他們呢 美國那邊共和黨 大家都清楚了 是比較保守的美國的原來的價值觀 所謂特朗普現在講的那些全部都是美國的傳統的價值觀 那那些不用我講了 我都明白了 但是呢 民主黨那邊是很奇怪的 它裡面有分幾支人的 有些很左的 有些呢 就好像跟那些回教的一些關係的 所以現在到底懷疑這個奧巴馬 是不是跟他們回教的人是有默契的 所以現在還搞不清楚 美國人不可以隨便懷疑別人的 因為有信仰自由 有言論自由 但是現在發現呢 我們是外國人不怕說的 發現他跟那些 默奧巴馬和默奧巴馬很有關係 而今時今日呢 這個拜登這個政權 今次這一任呢 有一點點像 奧巴馬的兩任之後的第三任 有一點點像這樣的作風 而且呢 他還有一班左派的人加入了他 有一個叫做Bernie Sanders 年紀很大的 但是他正式是真的 打證明是 就是作為社會主義的 那麼呢 現在這個美國的民主黨 要搞清楚到底是什麼內談 原本的民主黨就很為窮人 為小數民族 為弱勢社群爭取的 現在變成了 現在整個民主黨在美國呢 就變成了專門是跟那些權貴啊 大的公司啊 大的媒體啊 托里活啊 大的科技公司啊 跟他們勾結 就跟那個人民 勞動人民脫節了 所以就變成了很奇怪 所以這次呢 我跟美國比較在這裡接觸多一些 這次還沒投票之前呢 在11月投票啊 還有一整年了 應該完全要了解 多一點了解 現在民主黨的成份 然後再投你那張神聖的票 所以美國很重要的 如果投了民主黨將來下去 現在你看看它 整個邊境不開了 這個呢 就是我今天都在研究著 現在有很多開始研究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政策出來 因為在哪個黨呢 都沒有人拿自己邊境那裡 開了條鎖任人進來的嘛 開了鄧道閘人人進來的嘛 那裡呢 現在要研究 到底民主黨 民主黨執政 到底它的目標是什麼 它為什麼這樣做 沒有人說的啊 過去都是拖一天 都是當一天 每天都幾萬人進來 過去那一年 整千萬人進來 記名字還是不記名字 那裡面那些罪目 那些只是說人 裡面的內容根本是無法沒有人知道 那它為什麼這樣做呢 就沒有人說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就在這裡做 應該研究這個 就是投票之前 當然我不是美國人 但是我看到他們看他們投票 投票之前應該明白這件事情 為什麼你這樣做 這個很大件事 多了一千萬人 多了一千萬人 而且它隨時可以容許那些人投票的 它不追究 這些辦法還是沒有 它管著司法部 它不追究 這些辦法還是沒有 真的是這樣的 所以很大件事 你說 上一屆那個美國總統 中共滲透得很厲害 你怎麼看這一屆呢? 那些人都不出奇 你這麼多人進去 是不是? 然後還有假的票 郵寄票 郵寄票的郵政局 那些郵政局的工作人員 全部都是工會的 那個工會是屬於民主黨的 所以一點都不出奇 這個再欺騙一點都不出奇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川普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被人騙了一次 就是不會再被你這麼容易騙的 它會有應付的辦法 怎麼應付我都不知道 就是說不會這麼忙 它再被你再騙一次 它有它的勢力 它不是完全一個 就是好像一個理論家那樣 很多人後面 有很多人在川普後面支持它 它可能有辦法處理這個 再欺騙 想知道就只是欺騙 好像拜登的兒子那個硬盤出來了 那個人出來一直都不給它公佈 那你不就是欺騙 就是選舉欺騙 幾單東西都是 又硬硬在這裡給食物 就是撿一隻死貓給 很多這樣的東西 根本就是偏幫那邊的 又說俄羅斯幫 早知道就是不合法的東西 這次我估計一樣會有 但是我覺得如果特朗普 如果他是做生意的人 他這麼聰明的人 他是應該有一套應付的辦法 你覺得這次特朗普有多大的機會會勝出呢? 如果大家都沒有騙 真的在公平的情況之下 乾淨的情況之下 就應該是特朗普贏的 但是那邊就出一招 這邊又出一招 這邊又要對付它 就是一個正邪 在這樣應付的話 真是很難說的 就照到你們說 如果沒有大家都不欺騙 大家真的在公平競爭的情況之下 就應該是特朗普贏的 你覺得這次中共會不會 又是出全力去阻止特朗普呢? 肯定會 他知道特朗普對他很不… 特朗普知道上次 2020年中國在後面搞鬼的 他知道的 所以他如果上了場 他一定報復 這些人是會報復的 不能說原諒的 所以你看著 中共不會很不想特朗普 他知道 拜登很難搞 因為拜登後面有很多壓力的 如果對付中共 但是特朗普我覺得 上了場之後對中共更加嚴重 因為特朗普周圍的人 每個都恨到中共死的